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从梦中醒过来了吗 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谢我们现场有两位同学 线上十几位 在这寒冷的天 虽然我从新店飙车下来 一路上也跟其他车子在玩追逐游戏 小玩了一下 不过就是开玩就是开心了玩游戏 新竹的疫情刚跟工作人员小聊了一下 有一点刚开始有点小紧张 现在好像大家也比较安在 看着我没有戴口罩 可是我跟同学是1.5公尺的距离 看到口罩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的自我觉察有关口罩 我发现我对口罩跟我这个人 就是跟我这个形象 我还没有办法整合的很好 所谓没有办法整合的很好 我从哪里看见的呢 一般我们在戴口罩的时候 然后好像就会觉得反正我就是防护嘛 就把它戴好戴满 可是殊不知这半年 这半年一年下来 好像口罩已经变成我们外在形象的一部分了 好这件事情我没有觉察到 直到我在中正纪念堂演讲 塞斯网路电视就把它PO到YouTube上面 然后就有人留言 他说口罩戴着 然后头发又盖住就这样 就这样讲讲讲 然后口罩戴着 他说就剩下一只眼睛感觉很奇怪 我就有人在意这个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有人在意这个 因为这是外在形象 你在公开场合演讲 你的外在形象有人在意 当然是被提醒 其实第一个是 对啊我也觉得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对啊 我的头发就一直掉下来 上次我不是都会一直剥头发吗 后来就把它烫起来了 好那我就上去留言咯 我就上去回话 我说对我也觉得很奇 就是有点奇怪 那这个是第一个发生的事情 好我今天要来之前 另外一个同学 他也是给我messenger私讯我 那是另外一场公益讲座 他说那个二姐你的那个口罩啊 把你的脸都遮住一大半 然后头发这样子 就剩下一只眼睛 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东西 他就说 我说对啦 对就也是这样子啊 然后我也觉得是啦 不过我会跟他说对啦 是可以 可能我下次会多注意尽量啦 因为我头发就长得比较低嘛 我头发就长得比较低 我就是我尽量注意 但是我又回了一个叫 我是用声音取胜 你看人的防卫 无所不在 于是在整个路上 我就在做自我觉察 大家对我的形象的想法 那以及我对于别人 对我形象有意见 我的感受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会呈现在 外在就是一个公开场合 会有这样子的形象呢 这是怎么发生的 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题目是什么 我遭遇的都是我的创造 我让别人提醒我 只看到我的一只眼睛 是我的创造欸 这样有没有很有趣 那我 好 问题就来了 我创造这个要干嘛 我为什么创造这个 有趣咯 好 于是我就做了一个 我就做了一个 就联想 演讲 对吗 公开讲座 演讲 想到谁 生命中的 就我弟弟啊 对吗 那我跟我弟弟 我跟我弟弟的关联是什么 许医师公开演讲 大家都是这样子来的嘛 对不对 那我的心里从小就会不自觉的 会跟我弟弟有所比较嘛 你们会不会 兄弟姐妹会不会互相比较 会嘛 难免 那演讲跟我弟弟比较 我就会觉得 就期待自己可以像他那个样子啦 当然我有我自己的好我知道 但我们总是在学习的历程上会设一个标杆嘛 一个标准嘛 那赛斯的演讲的标准 会是以谁为标准 大家都知道嘛 有以许医师为标准嘛 这个是大家公 我自己认为公认的 那当然还有其他心理辅导师也很优秀 可是在我一进入赛斯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是依许医师为标杆 我弟弟 那我觉得我跟他比 是训掉了吗 对耶 所以在被看见 因为这个是一个被看见的觉察嘛 别人回馈的 在别人的被看见的 我还是对于自己全部被看见 有一些小小的担心 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担心 觉得自己不够优秀 不够好 这就是我的自我觉察 那我在创造这个让我看见 于是我又重新再去想 我原来是这样 原来 原来我在台上有一些东西遮住 没有办法被别人看清 是我 对于我自己全然可以被看见 这件事情 我还没有信心 这是我的自我觉察 那就有趣了 这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 就很有关系了 我们觉察到 好假设我觉察到这个 接下来呢 好我先不说 我们后面会再讲 好我今天要讲的 生活中遭遇到的事件 都反映出我的信念 有没有 我刚才在说我的信念是 我觉得我不够优秀 我觉得我跟许医师相比 我不 没有他那么的 在演讲上可以表现的那么好 OK吗 OK 好 那我们就从这里做开场 好 我所遭遇到都是我的创造吗 是吗 可是我们一开始常常都想说 我为什么认不出来 怎么从遮头发 口罩 自我形象 怎么会突然到一个 我对自己全然被看见的 信心不够 这是怎么来的 我们为什么刚开始 会认不出来 是不是每次的被提醒 或者是别人给你的回馈 你都能够觉察到吗 周遭的事件 发生的时候 你都可以觉察到 跟你有相关吗 为什么认不出来 因为我们有各种 心理防卫机转 如果我对于我自己不够好 我没有办法接纳 在刚才的那一段 自我面对跟自我觉察的那一段 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觉察到 原来我是把我自己跟许医师做比较 我可能就会直接跳走 我可能就会直接觉得 他有他的好 我有我的好 这跟我什么头发遮住 被别人全然看见全貌 有什么关联 我可能就会直接跳走了 就只是头发 就只是戴口罩 我下次把口罩拉下来一点 现在我就是不戴口罩 那有什么好觉察的呢 是不是什么都要觉察呢 累不累啊 好 有没有觉得要觉察好累啊 会不会 在座的会不会 不会 看事件 好 我们周遭的困境都是 我创造的 我的信念带来的 哪是 我老公对我凶 也是我创造的吗 我小孩不理我 也是我创造的吗 我没有要这个啊 对吧 我生病了 也是我创造的吗 是吗 好难喔 为什么认不出来 为什么认不出来 不是啊 真的怎么会是我创造的 我不会要这个啊 否认 扭曲歪曲 就没有啊哪是啊 这一定是什么 这一定不是这样的 再来 我们在讲那个防卫机转有这些 我们今天就挑几个来说 我们比较常见的 好否认 例如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转移 转移 通常我们对于防卫机转 有时候会有一个叫做转移的 转移的它比较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面对 我们就转移 例如我刚才说 就是一个头发嘛 就把它弄好一点啊 就把它弄 要不然就夹起来啊 这有什么好觉察的 这有什么好说的 就演讲你不听内容 你在管我头发 我就是怪异琴博士啦 如果我对于这个东西的 防卫机转很强 我对于这个部分 我的自我接纳不够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 直接转到别的地方 甚至有否认 甚至有各种 甚至有一些对抗 OK吗 我们比较多的会讲的就是 压制 潜移 这个 还有投射 还有摄入 这三个 我觉得这三个还蛮重要的 什么叫压抑 什么叫压抑 别人说我 没有啦 他就是好心提醒啦 明明自己就觉得被提醒有不舒服 对不对 我不一定说被提醒会不舒服 我不是这样说 我是说如果 你有一些感觉 对啊 我也觉得就怎么 头发老是掉下来 这就是我的感受 对啊 我也很困扰 他说出了我的困扰 我有感觉 可是如果这个感觉 我觉得 反正就 就算了 我也没办法 好 就算了 我是不是把 算了的感觉 就 放掉了 甚至我 如果连算了的感觉都没有 反正 网路上人那么多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跟意见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要在意那么多干嘛 于是我就把我的感觉给划过去了 例如你做一件事情 有人告诉你 你怎么这样做 当你这样被问的时候 你会开心吗 你会开心吗 不一定 对不对 因为可能被指正了 要看他怎么说 如果他说 你怎么 你怎么这样做 有没有 你是不会还是 遇到什么状况了 你需要被协助吗 不一样对不对 你怎么这样做 那有时候我们就想 反正老板嘛 有时候是老板嘛 权威嘛 老师嘛 算了 他就是修养不好 我不要跟他计较 他就是这样 感受有没有起来了 有没有 有 但是我们不允许自己 就直接说 直接就是把感受滑过去 把他压掉了 他就是这样 我的感受就被压掉了 压抑 好 为什么要讲压抑 因为在我们的困境里面 大家有一个想法 有听过困境是怎么形成的吗 压抑 然后呢 扭曲 我们在水里面压保力龙 压下去 水会 会不会像四方弹 压下去 水是不是会有 往不同的方向弹 对不对 保力龙我们压下去 压抑 扭曲 而且 能量 不变定律 一旦产生了能量 情绪嘛 情绪是不是一种能量 是 是嘛 能量 一旦产生了 你只能把它用掉 你必须被转化 因为能量不灭定律 你只要在那里 没有让他流动或者转化 他就会一直不断的累积 所以压抑 扭曲 接下来会累积 累积之后会变形 就会形成我们的困境或者疾病 好 所以压抑这个部分我们还蛮常用的 好 那 投射呢 有很常听吗 投射 有没有同学要讲一下投射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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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们 就把它当同乐会 随便乱讲 没关系 我们都是这样开始的 就是他把 就是好像 在对话当中 他的事件 我用我的想法讲 套在他身上 就是我的投射 讲得很好 讲得很好 例如 例如 如果你妈妈说 做一个女孩子 怎么可以这样子 做没做像 假设 他告诉你一个女孩子不能这样 他在说的是什么 他讲的好像是你不能这样 可是 事实上是他的年代 长大 他的价值观 放在你身上 他被要求不能这样 所以他把他放到你身上 投射无所不在 投射无所不在 投射我们等一下会再讲 我们等一下会再讲 我昨天有做一个个案 他在告诉我 他在告诉我 他跟他男朋友相处的情形 他说 他是一个年轻的女生 他住国外 他跟我讲说 我男朋友现在变得很好 他就因着我的要求而改变 可是 我觉得 他一直一直 因为我说了他才改 如果我没说他就不改 好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他说 我男朋友这样子改变 有一天他就跟我讲 男朋友跟我讲说 就跟他啦 跟这个女朋友说 不都是你要求我改的吗 那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那问题是什么 男生越变越好 可是男生有一个 一个问题 他就说 不是你要我改的吗 我已经改成这样子 为什么你还不快乐 这个 他对这个女朋友说 那这个女生说 我觉得你现在很好 就变得很好 可是你的所有改变 都是因为我 我要求的 那你会不会有一天怪我 会不会 我们有没有这种想法 就是我们会担心 我们的价值观 放到别人身上 放到小孩身上 告诉小孩 你要用功读书 你要 你跟人际互动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天冷你要穿衣服 然后有一种冷叫 妈妈觉得冷吗 妈妈觉得 这个天气小孩 出去会冷 因为妈妈自己觉得很冷 所以就叫小孩子要穿衣服 好那小孩子他不觉得冷 对吧 他就说我不冷啊 是你觉得冷 那你去多穿一点衣服 好这就是投射 我刚才是回到那个 男女朋友的对话 那我就问这个女孩子 我就说 那她可以为了你改吗 好她的回应很有趣咯 她说 我希望她为了她自己改 不是为了我改 我们都这样对不对 我们都这样对不对 我是为她好啊 我希望她为了她自己改 而不是为了我改 好我就再问 那她可以为了你改吗 她突然不知道怎么回答 好接下来我就问她了 你值得她为你改变吗 她开始哭了 她开始哭了 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了 当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改的时候 那个人可能承受不住 好男生为了要让自己更好 所以改 因为女生的要求 所以改变了 为的是想 可以跟女生走在一起 因为女生有这样的标准跟要求 好当这个男生改变了 这个女生就觉得 你应该为你自己改 你的改变应该是为你自己 不是为了我 可是明明这个男生 是因为想要跟这个女生在一起 这个动机 所以才改变的 可是这个女生承受不住 我后来就问她 你值得吗 好刚刚我就说她哭了 无价值感 天啊无价值感 她觉得 我怎么可以要求一个人为我改变 我觉得那是不对的 如果你的孩子告诉你 妈妈 我要用功读书 我是为了你 所以我要用功读书 我们会怎么告诉她 你不要为了我 而且你也不是为了我 我要求你用功读书是为你好 不是为了我自己 幼稚园小朋友 小学 你告诉她 你要为了你自己将来的前途 用功读书 不要为了妈妈 她听得懂吗 可是 我没有想要未来前途怎样啊 很吊诡对不对 很吊诡 我回到我们自己身上 觉察 我可以让一个人为我改变吗 我可以吗 可不可以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别人为你改变这么多 你可以肯定她吗 你可以肯定她吗 我怎么肯定她老师 我怎么肯定她 我希望她改变是为了她自己 不是为了我 我怎么肯定她的改变 我说可是她的确为了你改变啊 你能够谢谢她愿意 为了你 想要跟你在一起 而做这些改变吗 虽然辛苦 对吗 从一个 一个状态要到另外一个状态的改变 必然要花一些心思嘛 包括行为上的改变 想法上的改变 还有人际圈的改变 甚至工作的改变 做了这么大的变动 可是女生却说 不要不要不要你不要为了我改变 那这个男生一定错乱了 我在说的是人际相处的 觉察 所以当你的孩子告诉你 好啦你要那我就这样做好了啦 哎呦可是你又心不甘情不愿 有好多矛盾 会不会 会不会很多矛盾 会不会 会 我们常常认不出来这些事情跟我们的观点 是因为我们有各种防卫机转 包括刚刚说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冷 那就是投射 好我回到刚才那个男女朋友相处 因为女生的自我价值感 她的值得不够 她就会投射她的不够自信到男生身上 所以她看到的都是男生因为自信不够 所以 所以她就为了要符合女生的改变 女生的要求而改变 她说她没有自己了 她没有自己 她为了我改变她没有自己了 她未来会怪我 我说就 有没有这个就是投射 一个自我价值感不够的 她在看着对方就 她为了我改变 那她呢 她呢 我说你呢 有没有好有趣 我们会把自我无价值感投射在别人身上 那个男生有没有自我价值 自我价值够不够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跟她谈 但是我知道这个女生的自我价值不够 她没有办法 看见别人的自我价值 当这个男生可以为这个女生改变 这就是她的能力之一 对不对 她是能够因为爱一个人而做改变 这叫能力对不对 这样子有没有价值 有啊 她可以做这些变动 而这个女生因为她的自我价值不够 所以她看不到 所以她投射了一个自我 一个没有自我价值的 那个形象在 男生身上 我再讲的这个就是投射 我再讲的这个就是投射 这个是要1.5秒吗 我们刚才说我们认不出来那个事情跟我的关联性 那我们就要好奇咯 事情跟我的关联性 有这么重要吗 外在事件的发生跟我有相关 跟没有相关重不重要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只不过是物质实相的被动接受者 车子要从我经过喷了我一身 我有能力吗 我有能力改变吗 事件为什么跟我有相关 明明是食物出了问题 吃的东西 环境出了问题 所以我才生病的啊 怎么会跟我 我有相关呢 赛斯到底在说什么 好 为什么跟我们的相关 是这么重要 因为当我认为外在事件跟我是分开的 我对外在事件 一点主张的能力都没有 我是没有力量的 我只是被动的 我什么都只能算了 对吧 我什么都只能算了 老公要骂我 我有什么办法 他脾气不好 婆婆要打电话来骚扰我 我能怎么办 我能够叫他不要来吗 对不对 我只不过是物质实相的 接受者而已啊 被动的啊 是吗 不是哦 不是哦 赛斯说我创造我的实相 信念建构物质宇宙 嗯 谁的信念 赛斯的信念吗 谁的信念 自己的信念 自己的信念 可是 大家接触赛斯也有一段时间了嘛 对不对 你们跟外在实相你觉得 这是你建构的你创造出来的 别人要说我头发盖一半 口罩就把整个脸遮住了 我有什么办法 我好像没有办法 无能为力对不对 可是 不是哦 不是哦 当我们认不出来 我们觉察不出来 我跟外在实相的关联性 我是会常常处在一个无力感里面 因为我没有办法 小孩就不念书 我能怎么办 老公就不去赚钱 我能怎么办 大环境 COVID-19要来 我能怎么办 还有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哪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有哪些 有吗 有没有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都没有要说 好没关系 有 那也给我 我就蛮高兴的 他说他买了机车也换了工作 也换了住的 我说那你胡联重新开始 我恭喜你 他可能很压抑说 我的反应怎么跟以前不一样 恭喜你 恭喜你有反应了 有回应了 以前是完全是 我女儿都不理我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 他不理我 我又不能叫他理我 我拿到他不理我这件事情 无能为力 我怎么办 之前我当然是一样持续关心 但是我不期待他的回应 我就是比较不会受伤 他这次就很主动跟我讲了一些事情 然后讲这些事情 我就很高兴 然后他把我列为最重要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买了机车药有保证人 他写我 不是写爸爸 好爽 所以我就从这边可以看出说 我在他心目中是重要的人 原来我好重要 对 那我除了恭喜他以外 我还祝福他 因为我 我所谓的说 无能为力就是说 我问他一些事情 然后他也是有一些不想 不想讲 那我就尊重他 那我就是祝福他 对 那我想更 更要多 更要知道多一点他的讯息 但是他是有所保留的 包括说他住哪里 他有跟我说他只住岗山 他换到陆克去了 然后叫他拍照住的地方给我看 因为他的住的地方 比他原来住的地方 还多了一千块租金 那我就觉得他这样子压力会比较大 我说你负担会不会过重 他就跟我讲说他逼你破产 他这样跟我讲 我说那需要吗要帮忙吗 你账号给我妈妈的那个要 会一些那个 他居然不要 那我就对 他真是太独立 但是我还是很高兴说 他有跟我一些回应 然后我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 他还是有所保留 那就尊重他 好 那如果我们回到觉察 你觉察到这个妈妈 自己这个妈妈 从女儿的对应 你感觉到你觉察到什么 我觉察到说 我就尊重孩子 然后不干涉 所以现在越来越能够尊重孩子 越来越能够 也就是以前相对 比较不能够尊重孩子 不能够尊重孩子 甚至包括 希望他告诉我们 而且是巨细迷移的告诉我们 他现在面对的 什么住哪里 附近要拍照 然后有多少租金 然后现在的生活样貌 你三餐吃什么 有没有缺什么 这个妈妈在讲 他是越来越能够尊重孩子 我觉得很棒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学习的历程 从一定要掌控 到慢慢越来越能够尊重 也越来越能够接受 他就有所保留 他不想说 但我也觉得OK 这就是一个放手的过程 那我有看之前会这样子 就是其实也是我的投射 对 因为我对我自己没自信 真的是 对 如果有人关心我三餐 我好幸福 于是我就把这个关心 放到小孩身上 你三餐吃什么 这样小孩会觉得很幸福吗 会不会 妈你烦死了 对不对 我们会认为 我们需要的 就会放在别人身上 从来不跟他核对 妈妈这样问你 你会不会很烦 会啊烦死了 好 我知道了 不一样 我觉得立民的确是不容易 他现在讲得很轻松 以前不是 老师他都不理我 我女儿住这么远都不理我 这样你讲会不会 有点太 他是一个历程 我是在鼓励你跟肯定你 他是一个历程 学习的历程 所以不论在线上或在现场 你现在还陷在关系或者是母子 父子就是亲子冲突里面 或者是跟父母的冲突里面 或者是跟伴侣关系的冲突里面 只要不放弃 只要坚持在觉察 然后看到自己不同的变化 关系也会呈现不同的变化 还是会呈现有希望的 所以不急着太早放弃 如果有关联 认出事件有关联 它的重要性跟没有关联差在哪里 如果没有关联我就会不知道 事情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 而事情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跟事情跟我是有关联的 是一个拿回力量的过程 麻烦你帮我放一下第二个 因为第一个不能放 在这里我要讲一个叫习得性无助 什么叫习得性无助 就是外在发生的所有事情 我做什么都不会影响 我做什么都没有用 我发现我们很常这样 你是否觉得人生很绝望 就算别人怎么鼓励你 你就是没有动力去做任何事情呢 如果你也处有这种状况的话 或许你是患上了习得性无助 在这个影片的最后 我将会透过阿德的心理学 教你如何对抗习得性无助 走出以上负面的心理状态 记得看到最后哦 在1975年 美国宾州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 马丁塞里格曼 为了研究无助感的反应 将两足的狗放在笼子里面 第一足狗会被轻微的电流电击 他们会感受到轻微的痛楚 然后实验人员会停止电击 另一足狗 他们一样会被轻微的电流电击 一样感受到轻微的痛楚 可是实验人员却不会停止电击 当这个笼子实验完结之后 实验人员再把刚才那两足的狗 放到一个有障碍物的物质里面 第一足狗在物质中被电击的时候 他们都会跳过障碍物逃走 可是酱酱心疼的事情来了 但第二足狗在物质中遭受同样的电击 他们却完全不尝试逃走 只会躺在原地不动 而这种经过某些事情 一直学习得来的无助感 就是习得性无助了 让我们被动的重复消极的行为 换上了习得性无助的第二足狗 就算看到第一足狗的逃走范例 也知道自己能够逃走 他们都不会尝试 最后很多心理学家 都有进行类似的实验 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他们发现造成习 好这个实验在告 他在说一个 他在实验的是 一组狗 他是有一个可预测的 可预测的电击 他面对可预测的电击 他是可以做预测性的 而且甚至是有力量可以逃开的 有另外一组狗 他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没有办法预测 这个电击什么时候会发生 PPT 对 前面一张 你的性无助的最重要的原因 这是 嗯 当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什么时候会发生 没有办法预测 这只狗 他快发疯了 因为他觉得做什么都没有用 到后来他就什么都不会做 他不会做 什么都不会做 没有 因为他发现 就算他看到别人 别人 别条狗这样跳过去 他觉得那个跟他没有关系 也就是我们如果 我们小时候常常 有被否定 然后你做什么都不会有用 有吗 有过这种心情吗 有吗 你做什么父母都不会称赞你 从来不肯定你 老师也只会挑到 看到你的错误 我们所有的学习 都在学习避免错误 不是吗 小时候 学的更好 想要更好 可是当你发现 你做什么都不会有用 好我就以我为例子好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 只要跟我妈妈一起在同一个空间 我做什么他都不满意 到后来我就学会一个 只要他在某一个空间 我就一定在不同空间 因为跟他在一起 那个空间太辛苦了 一直被否定 例如他说厨房 你就是帮我拿个盘子 你拿了 拿个盘子 他也没说 那你就拿一个 你怎么拿这个 拿这个这么小怎么装 我说你没说 你自己眼睛不会看 下次你为了避免错误 你就问他 我拿大盘子好不好 你自己不会看 又被否定了 就觉得你做什么 很好笑吗 你做什么都不对 到后来 你发现跟他在同一组空间 你非常辛苦 所以只要有他在的 只要他在做事 你就不做 因为做什么都不会有用 所以我在我妈妈面前 是非常没有效能的 因为他会掌控所有的 所以我后来也发现 我跟他相处 其实有很多的习得性无助 到后来我在成长阶段 我其实很害怕做错事 因为一直被否定 所以除非我有把握 这件事情我会做对 不然我就不会做 好这是我自己 觉察到我自己的成长历程 给我的一些信念 我有某一个向度是喜得性无助 也就是我觉得可能会做错事 我就不做 除非我确定 这件不会做错 那大家就知道 大家就可以想象 行动力 行动力是要基于一个 不害怕犯错 不是对或错 就算错也是对的 这样的概念 可是当你对跟错 都放在最前面的时候 你就开始去评估 这件事谁会来评价 对或错 我就会有设一套标准 那你就会想要符合那个标准 一旦不符合那个标准 你就可能就放弃不做 例如 例如如果你要考试 如果你要考试 你只有10%的成功几率 你会去考吗 可能不会 因为你觉得 只有10%我做这个干嘛 也不会有用 反正几率这么低 好 这跟后面我们要讲的 一个 叫做自我价值有关系 下一个影片 99% 这个很重要 习得性无助 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否定自己 但是我发现这不是少数人的 这是有人经过统计 几乎百分 几乎很多人都有的 他说99%我不知道 但是每一个人内在都有一个不够好的自己 对吧 有一个不够好的自己 所以99%应该是对的 搞不好是百分之百 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够好 好那个不够好是怎么来的 我们刚刚是不是在讲那个 我说谈恋爱的那一对伴侣 那个女生 年轻漂亮 非常年轻又很漂亮 他也觉得他自己不够好 不够有价值 他父母把他视为掌上明珠 从小不缺钱 他也觉得他不够好 然后他又优秀 今年 今年马上就要拿到毕业证书 他也觉得他自己不够好 为什么 好来 为什么你的自我价值那么容易受别人影响呢 因为自我价值也是主观的事情来的 是由你自己来决定 你听清楚了 你不是因为别人的评论而变得没有价值 而是因为别人的评论影响了你怎样看自己 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之收事 我是团仔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 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呢 团仔说到一些读者的来信 大家都说自己的性格跟别人不一样 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做得不好 不受别人重视和需要等等 相信一样有这种想法的你 一定不会喜欢自己吧 甚至曾经有想过 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比较好 本来团仔以为这只是小部分的人是这样 可是最近团仔就发现 连身边的人都好像有这种困扰 觉得自己没价值到 没有勇气去产生新的事物 甚至逃避别人的眼光 所以今天团仔决定跟你来谈谈自我价值的问题 我相信你一定是希望自己 可以有所改变才按进来的 那么请你必定要把这个影片看完咯 我不知道你要改变的决心有多大 为了让你不要那么轻易就放弃 再讲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之前 团仔先很快让你知道 自我价值为什么如此的重要 重要到你不得不改变 在面对考试的时候主要有两种人 第一种人他们虽然觉得自己有可能考不到理想的成绩 可是哪怕只有10%的机会可以成功 他们都愿意去努力看看 第二种人他们打从一开始就觉得自己不可能考到理想的成绩了 与其面对失败 不如一开始就放弃花时间学习 甚至连考试都不去了 你是哪一种人呢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吧 没错 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人就是后者了 如果你刚好是后者的话 请你警觉 因为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你将不能进步 甚至感受不到人生的幸福 为什么呢 因为你缺乏了勇气 阿德拉说 人只有在觉得自己有价值的时候才能具备勇气 这里说的勇气有两种 第一种勇气 解决自己课题的勇气 觉得自己有价值的人自己的课题要解决的时候 虽然有可能失败 却愿意为了一点的希望而积极的去面对 相反 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话 你就不会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去解决自己的课题 与其面对自己办不到的事实 你就宁可活在 只要自己怎样怎样就可以怎样怎样的幻想之中 你可能会说 只要我用功读书 就可以考上大学啦 只要我认真工作 什么工作都难不到我啊 结果你什么都没有做 因为幻想从来都比面对轻松许多 第二种勇气 进入人际关系的勇气 人啊 只要进入人际关系当中 就会有机会经历背叛 歧视 冷落等等的状况 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话 你就不会有勇气去面对以上的状况了 与其有机会受伤 不如一开始就决心不要进入人际关系之中 甚至为了避免受伤 决心不要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 让自己有借口孤单一个人 虽然阿德勒曾经说过 所有的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 可是你知道他要强调 幸福也是来自于人际关系的 我们身而为人 分享乐趣 分享痛苦 都只能在人际关系中才能做得到 你可以想象这个世界 只剩下你一个人 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人知道 没有对上分享嘛 虽然啊 人际关系的确会带给你痛苦 可是只有人际关系当中 你才可以感受到活着真好的感觉 为了自己可以有勇气去改变 和感受到幸福 你就必须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 那么接下来我将会矫正你对于 自我价值的错误思维 你的改变就从这一刻开始吧 ok 好 好 因为我觉得他这一段讲得很好 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也提到 我们有很多的错误信念 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 我是没有价值的 我们在关系里面 我刚才说的用那个故事 那个例子 在说那对年轻的伴侣 女生 女孩子 因为男生为了女孩子改变了 那我们就想这女孩子很有价值 对不对 可是他认不出来 他没有办法肯定这个男生为他改变 那我就好奇了 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肯定 我刚就说了 他就说他应该要为他自己改 不是为我改 我说可是你是他的动力 当你是他的动力的时候 你能肯定他吗 好像就可以了 我说你对他而言是那么的珍贵 那么的有价值 他为了可以跟你在一起 他尊重你的价值观 他尊重你的标准 所以他愿意改变自己 这跟对或不对没有关系 对吧 好但是如果这个女生他没有认出自己的价值 他是没有办法给出肯定 也就是这个他会觉得这个男生 并不是真的爱上了他 所以在关系里面一定会非常没有安全感 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价值 这里OK吗 说到这里有没有同学有一些反应 对自己的自我价值没有认出来 自我价值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我没有认出来 天生我才必有用 如果我没有认出来 我是我宇宙中最重要的存在 如果我没有认出来 我不需要够好 我不需要完美 我就有价值这件事情 刚才他说以阿德勒学说来说 你就没有勇气 投入一份关系 为你生命中大大小小的问题解决 活在关系里 这是一个社会互动 对吧 这个社会互动 如果我没有跟人有互动 不在一个人际关系里 我是孤单寂寞的 我没有人可以说说话 好这时候请挂 我的寂寞门诊 对我昨天开诊了 昨天开诊了 对可是 谈完之后他就说我决定要 资商 他又不来我门诊了 所以我的寂寞门诊接下去 下个礼拜就不知道人在哪里 人跟人之间失去连结 你就不会有活着真好的感觉 你会因为别人认为你好 你就认为好 你认为你自己够好 别人给你肯定 别人给你拍手 所以别人给你拍手 你才认为你好 我觉得他很有趣 他里面有提到一个例子是 你长170公分 跟160公分的比 你是高还是矮 你170 你跟160的比的话 你是高还是矮 高 可是别人说 160公分的人说 你好高喔 他会不会改变你170公分 这件事情 不会耶 不会耶 好遇到一个180 跟你说 你怎么那么矮 会不会改变你170公分 这件事实 不会耶 可是我们为什么 这么容易受别人影响呢 为什么 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 那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肯定你啊 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觉察的议题喔 我妈妈为什么都不肯定我 我妈妈为什么一直嫌弃我 好大家要不要来 我们大家来觉察好了 大家对许妈妈有一点认识嘛 对不对 好接下来我们家最近又在 面临一个大的考验 因为我们外傭又要换了 好 每次换外傭我们就 好 外傭来第一天 他就跟人家 就跟人家 就跟人家 为什么 为什么许妈妈 要去把人家 主权宣誓 我要让他知道 谁是主人 我是主人 我们会不会觉得这样 他很好笑 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做 他为什么要让外傭 觉得他是主人 这件事对他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们随便来乱猜好了 掌控 他被欺负 还有呢 这个答案 这些都对 都很好 还有呢 他为什么需要让外傭知道 他是主人 他有价值感 好那就反过来说 他觉得他有没有价值 他想要有价值是想法 他想要外傭认为他是主人 这是他的想法 想法不是信念 等一下会说 想法不是信念 想法来自信念 他觉得他很有价值 所以他一开始第一天就要给他 他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 很有自信 很tough的人 很有价值的人 对吗 刚好颠倒 他非常害怕被欺负 所以他宣誓他的主权 有没有 我们每次都在宣誓中华民国主权 是可以涵盖整个大陆 对不对 我们的国土面积 像一片美丽的秋海棠 我们小时候都学过 对不对 所以就知道当时 为什么要做这种宣称 是很有价值还是 其实很害怕 害怕被病吞 也就是当一个人在 做一些宣告 做一些很 就是会强势的作为的 他内在其实是害怕的 他真正相信的是他 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 所以觉察重不重要 如果我们光看那个表象 他很有自信 一来就是很凶 给人家啊落地啊 他很有自信啊 是老夫人啊 很优雅 对不起 那叫表象 表象一定有一个内在的 能量在支撑他这么做 呦呼 呦呼呼呼 好 我们现在真的要进入故事了 好 失落的兰花 大家注意听 我念一下他的故事 然后大家试着想象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65岁的兰花 在30岁的时候 因为不满母亲 一直跟自己要钱 他很生气 就直接嫁给他老公 搬到高雄的夫家 生了儿子之后 突然他的婆婆 离家20多年回来了 从此 先生跟小孩 都被婆婆抢走了 对 这里大家听到什么 听到什么 兰花为什么结婚 对 因为妈妈一直跟他要钱嘛 他很生气 所以有个关键字叫钱 对不对 妈妈要钱 好所以他 就嫁了 30几岁 那后来的就是他的 小孩跟先生都被 离家20多年的婆婆抢走了 OK 好再来 后来 兰花决定跟先生一起做生意 在市场 在市场卖东西 卖水果 那就把孩子都丢给婆婆 觉得没有钱万万不能 有钱就万事通 那时候 那时候就连孩子跟他哭着要讨抱抱 他都觉得 你就去找 爱你的人 我很累 大家都爱你 为什么你还要我抱你 我已经这么累了 他儿子小时候 他这样子跟他的儿子说 那后来先生就迷上赌博 每天在 那个兰花在 菜市场做生意的时候 就留下他一个人在那里收摊 那这个兰花很有趣 他觉得赚钱才是重要的 所以他只赚钱他不做 不喜欢做家事 他觉得时间应该要奉献到赚钱 可是呢 他每次看到先生去赌博 他就很生气 他就会在市场大破口大骂 骂先生 所以他有一个外号 叫做女暴君 大家都知道他脾气不好 他每次遇到不顺他的意 他就发脾气 这么多年下来 生意越来越难做 可是呢 赚的钱也被先生拿去赌博赌光了 所以也没存到钱 后来先生 因为疑似外遇 跟太太就是跟兰花 就也没有一起做生意了 兰花也就 待在家里 可是 兰花有一个困境就是 他觉得 他的生命 遭受严重的背叛 他一辈子一直在赚钱 觉得要赚钱 钱才是万事通 没有钱万万不能 可是他发现他的晚年 现在也不是晚年了 六十几岁 我也快六十岁了 他觉得现在的他没有办法工作 然后又 对生命有很多的愤怒 跟失落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 所以有听到这个故事了 有没有想要问的 有没有想要问的 有没有对这个故事有点不清楚的 好奇的 有没有想要问的 因为没有讲到的是 他可能他的原生家庭 有吗 文怡有想问吗 呦呼 我在想说 那他 赚了这么一辈子的钱 感觉好像他没有很富裕 这样子 觉得好像他很忙 可是他感觉他没有存到很多钱 他把所有的精力 全部都花在那个 时间精力 全部都花在钱上面 对 对 好 我觉得这个观察很好 没错 到后来他现在就是 也没办法出去工作赚钱了 因为那个年纪也大了 然后也觉得不甘愿 有一个很重要是不甘愿 有一次我就问他 那你愿意 为了养活自己 去外面打工吗 好 例如一个钟头一百多块那种打工 他说 我死都不愿意 我死都不愿意 我宁愿死我都不愿意去端盘子 很妙齁 这样子很吊诡 那他这辈子都是为了钱 那现在又有钱可以赚 他又不愿意 对 对 很吊诡对不对 很多矛盾对不对 那到六十几岁了 现在他的儿子 长大了 儿子不帮他付房租 他就每次都要跟小孩要钱 然后他儿子就觉得 你我当时要你抱我 我小时候要你抱我 你就把我推开 你现在凭什么要我给你帮你付房租 有没有很惨 如果我们再回到 如果外在事件都是跟他有相关 我们就要来看 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们要来帮他做觉察 刚才文怡说得很好 他这辈子都在追钱 可是怎么会他的钱好像也没存到钱 怎么会这样呢 那我们就要来问一下咯 他的信念到底是什么 他的信念到底是什么 好所以我们来帮他做一些觉察 什么样的觉察 他是不是有很多失落感受 包括他对母亲的失落的感受 妈妈为什么一直要跟我要钱 还有呢 婆婆离家二十多年 为什么这个时候 要回来跟我抢 先生跟儿子 为什么 我嫁一个老公 我生了小孩 婆婆已经离家二十多年了 我生了小孩 他就出现把我的家抢走了 这个有没有失落 他是因为受不了妈妈 嫁给老公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假定 他在原生家庭 其实是不开心的 对吧 因为一个一直要钱的妈妈 在家里面 兰花 这个阿兰一定会觉得 我的妈妈只跟我要钱 因为这是他说的 我的妈妈只会跟我要钱 从来我都感受不到她爱我 而在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结婚是一个很好的淘家的理由 对吧 我想要离开原生家庭 我用结婚 我想要离开家庭 所以我结婚了 是吗 很多嘛 那个年代都是这样 是啊 那在情感上的失落 还有呢 刚才 对 利明讲啊 跟他妈妈一样 一直跟他儿子要钱 他不就跟他妈妈一样 跟他要钱一模一样 他被妈妈要钱很不舒服 那他的儿子被他要钱 儿子会不会舒服 儿子有没有失落 儿子有没有失落 因为儿子说 我小时候 要你抱我 你就把我推开 不抱我 得不到爱 而且你拒绝我 你现在要我帮你付房租 凭什么 这跟阿兰有没有相似 妈妈又不爱我 我都感受不到妈妈爱我 你只会跟我要钱 我为什么要给你 为了不给他钱 他就嫁了耶 有没有一样 儿子有没有觉得自己很重要 被妈妈重视 没有 阿兰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价值 没有 因为他感受到的是 妈妈 没有给他爱 只跟他要钱 我说 所以你是自己一个人 出生就开始泡奶粉 婴儿自己泡奶粉 婴儿自己喝奶 然后长到三十几岁嫁人 通通都是靠自己 妈妈从来都没有爱你 所以妈妈都没有照顾过你 他说对 妈妈都没有照顾过我 我说 所以你从婴儿开始就 自立自强 不会走 这是用啪的这样子 很有意识的养活自己 是吗 一定不是嘛 妈妈一定有照顾过他嘛 不论照顾的好 照顾的不好一定有嘛 可是他说没有 跟他的儿子有没有像 阿兰他跟他先生去市场工作赚钱 有没有养小孩 有 有 这是不是爱 可是他的孩子说 你不抱我 有没有又在复制了 这叫代兼传递 所以孩子也没认出他的自我价值 所以孩子也没认出他的自我价值 妈妈也没有认出他的自我价值 接下来 这个就是信念 好 阿兰这个例子 你们有 你们觉得跟你们生活周遭 有没有一些类似的 或者你的亲子冲突 你的想法 除了自我价值 阿兰的信念 除了自我价值 要建立在钱上面 还有吗 如果没有钱 就万万不能嘛 刚刚有说嘛 没有钱就万万不能 还有吗 他还有什么信念 我们来猜 他还有什么信念 他的实相就是孩子 跟他不亲不帮他付钱嘛 所以孩子不爱他嘛 他的实相嘛 他现在没有工作嘛 几乎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嘛 他的信念是什么 背叛 对 一个被背叛的 是表示他有价值 还是没有价值 如果一个没有价值 没有自我价值的人 他面对背叛 他会觉得什么 他会有什么感觉 他会觉得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他 会不会把他自己跟外面的 他认为 其他人相比 会不会 会有很大的失落 会有很大的失落 面对这个世界 他可能是低着头 面对可能老公外遇的对象 他可能没办法跟他吵架 因为自我价值低落 认为自己不辱别人 对吧 他可能连愤怒都不敢 他的愤怒对象可能是先生 不会是这个 因为自我价值 还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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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可能他有什么想法 还有什么想法 猜猜看 如果你是阿兰 如果你是阿兰的话 我们现在把阿兰放到旁边去 如果你是阿兰 你面对这样的状况 你是什么想法 对这个世界会充满的负面的一个讯息 好 那我们就要回到 你期待中的那个婚姻样貌是长的什么样子 现在吗还是以前 都可以 其实我想现在 我想说 你期待的美好的婚姻状态 就是各自独立的活动 然后偶尔就是可以相处 各自独立活动的时候 还可以回来分享 那种喜悦 然后碰到挫折的时候 可以倾诉 这样子 不一定要 以前就是像 那以前呢 以前就 笑的那么开心 像年巴达一样 年巴达什么意思 年TT 两个人都要同进同出 以前都习惯 那是习惯不是一定要 就是一种习惯 如果没有做到同进同出的话 就是不幸福不快乐就不对 以前是这样子 是 是这样吗 以前是这样子 以前就是没有刻意 就很顺其自然就这样 所以你的信念里面就是 夫妻一定要同进同出 才叫做幸福婚姻 以前我是 是吗 以前的信念 所以大家想 只要先生出去哪里 他不知道 忘记说 或者是没有告知 或者是 来不及说 这个人就会觉得 我们的婚姻有问题 是这样吗 因为从来不成这样 我是说是嘛 对 然后就会一东一系这样子 这个就是觉察 这就是信念 所以外在的实相 让你回来看到你的信念 这个叫觉察 那现在自己觉察到 夫妻两个人应该要黏在一起 才叫做幸福婚姻 然后自己就觉得一直笑 然后自己就觉得一直笑 那会窒息 那会窒息 以前都没有发现自己的信念是这样 那如果两个人没有黏在一起 这个婚姻就 然后也不会 就是没有人家请到各式的活动 各式的交流圈 这样也很好啊 你是怎么样 从两个人要黏在一起到 现在各式活动也很好 因为这是一个 这确实是有个过程 然后这个过程呢 因为不习惯 然后不习惯跟没有被重视 然后再加上没有请述 然后就会渐行渐远 当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力量拿回来的时候 原来可以看到自己的价值 可以这么棒 然后可以这么的独立 甚至说不需要 征求对方的同意 我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那做很多的事情 这个过程是我很开心的 刚刚立民讲到一个 要征求对方的同意 要跟对方绑在一起 然后以前啦 那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是 你在哪里 你要被允许喔 对不对 对 有你吗 没有 现在也是喔 现在我想做什么跟他讲 他也是什么都不行 但是我现在不用跟他讲 我就可以做我自己 所以没有自己 那个自己是不在的 就会要别人允许 对 而且要跟他绑在一起 因为这叫 你刚刚说习惯 对 然后你刚又说 这叫安全感 对 没有绑在一起 就不安全 把力量放在别人的身上 把力量放到 因为你没有自己啊 是 我再回溯着 我 换句话说是 别人要背着你的重量 为你的生命负全责 另外一个人要 这辈子都在背着你喔 我们还怪他背的不好 就背在身上 背在 就背在身上 前面有那个石头 你还没看到 差点跌倒 你知道吗 害我在背上 好辛苦 我很害怕 你怎么这样 各位亲爱的同学 我们常常这样 是喔 我们 要别人把我们背在身上 我们还要下指导棋 你要走右边 你怎么让我跌倒了 重新背好 我讲的重新背好 就是他要为我们承担 要别人要为我们负责 其实我后来回想说 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都是依赖姐姐嘛 老师应该知道 然后我可以再讲吗 回到今天的 没关系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觉察 所以你们就尽量讲 好太好了 我今天要讲两件事 今天的工作 其实是我们老板的失误 申报的时候就跳出 他有一笔是没有申报过 后来我们老板就叫我说 把那个资料调出来 调到1月25号那天 我是挂两 他挂两个门号 一个是拿慢签单 一个是看门诊 然后呢 我们老板那边只有 跳出看门诊是拿慢签单的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那我们老板说 觉得说是我挂错的 可是我就我还好 我还有印象还没有很老 我就回想到当时 我就说 不好意思等一下 我找出那个慢签单 1月25号 我记得他拿慢签单 回来拿慢签 我真的有找到 因为我做事 我的行事我都知道 我就去把那天拿给他看 我说确实是那1月25号拿来 要拿着要 可能电脑跳到门诊 所以你只有刮门诊 看一般的门诊 就是说是老板那边的问题 不是我这边的问题 以前我可能就是 算了就这样子 但是就让老板误会 是我的处理方式不对 我这是据理力争 我就我还把证据拿出来看 不是我的失误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做对了 好 那这个转变是什么 你的觉察 你发现 好我们先讲 老板 老板他习惯就是直接讲 就是你的错 因为他一直都是这样 都是别人的错 对 他一直都这样 因为他是最高领导 最高领导就是 就是我的错 还是你的错 因为你没有提醒我 文化的背景要加进来 因为在东方社会里面 因为女性通常比较被认为是一个 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就是 男尊女卑 虽然现在这个东西一直在被平反 好 权力的平衡一直在被看见 可是的确从东方文化里面 有很多是这样子的东西 男生才会入主谱 女生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会被背在背上 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产物 我们认为理所当然 有理所当然到什么程度 例如男生结婚谁养家 我们那个年代谁要养家 男生 现在男生会觉得 大家一人一半 可是是不是还是有男生 大部分男生赚比较多钱 男生是不是要负担多一点 我们还认为这个是对的 可是在我们现在如果我们有女儿 然后要我们有女儿 然后跟先生 女儿跟女婿要各付一半 你会不会觉得 女儿好辛苦喔 会不会 会 为什么 文化 文化 所以这有时候这个文化的部分 我们要重新看见 拿回力量这个过程 这是我们这个世代 一直在看见觉察 有文化的东西在我们背后喔 在我们的背景 我是怎么长大的 我的父母是怎么长大的 他们认为的男尊女卑 如果在我的妈妈那个年代 如果女人出来赚钱养活这个家 这个男人是没用的男人欸 这个是中方文化 接着说 对然后我就看到我为我这个事情负责 而且勇于负责 对即使我错了 我也会跟他说不好意思 我弄错了 但是我很确定是 这件事情我没有错 我敢去找出来证据 以前对自己 那个自我价值不够肯定的时候 会觉得信念就是 反正我跟他争 如果我跟他争 他是老板 那万一我错了 我怎么办 我对我自己没有信心 我对我自己的 可以做错事的那个价值 不够肯定 我可以不够好的那个部分 接纳的不够 我甚至连去找 那个签单我都不敢找 反正事情翻篇就好了 我可以继续在这边工作就好了 我就苟且偷生 但是我不想让这件事情蒙上 我的那个被误会 我就去距离去争取 那个我长出来了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 因为我们有一个病患 他就是固定去大院 拿那个看病 然后拿那个药来到诊所 来请我们帮他打 然后已经打一段时间了 那因为我是考量大说 他年纪大了 我就跟他儿子说 他行动不方便就在车上 我一下子而已 我就去去帮他打一下 然后就可以了 你就不用下来了 那这样大概持续七八次吧 那他今天又来 今天刚好有空 他今天又来居然 因为我又去给他打 他居然要拿一个红包给我 然后我就吓到 我就说不用不用 我说你的心意我知道了 我就说真的不能跟你收 他说不用啊 你就收下来 我说我还是坚持没给他收 那回来呢 我就去觉察说 其实我是很高兴说 他这份心意 被肯定 对被肯定 然后我会说 我没有收是我没有价值吗 不是 因为我收了 我会有一种罪恶感 那是不是又是一种没有价值 然后我又不想被他 被他认为说 我们有收红包 我不想被谋上这样的一个阴影在 那我只对我说 我去觉察说 我做什么事情 我要对得起我自己 坦荡荡的 我不要有一种让我一种罪恶感 好 这是觉察的不同层次 就是 我是不是没有收红包 就没有价值 或者我收了红包 是不是代表我没有价值 我们把外在的价值 框到我身上来 我喜欢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我不想收红包啊 那个有我之后才能够去决定 没有我之前 那个自我价值没有被看见 没有被自己认出来之前 那个我是不在的 我不在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做决定 你没有选择权 你只有被决定权 因为我你没有认出来 我喜欢我不喜欢 我要我不要 要吃饭吃面随便 我们吃饭好不好 我昨天才吃饭 那我吃面好不好 这家面不好吃 那你到底要什么 我不见了 我不见了 害怕做决定 可是别人做的决定 你又不喜欢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害怕承担 昨天才吃饭 那今天吃面 因为你可能还没讲的是 这附近 面好像没有好吃的 虽然我们昨天才吃了饭 不过我们今天吃饭 也没关系 这个可能是你真正要说的 可是 你又想要尊重对方 昨天才吃饭 哦好吧 怎么样 很多很复杂的 但是因为我不见了 因为没有我 你没有办法做出选择 你没有选择 你不会有力量 你觉得你是被决定的 所以觉察这件事情 最最重要的是拿回力量 我不想要被误解 所以我去做了一件 我可能做错要道歉的事 但没关系 做错了该道歉就道歉 反正我的价值 不会因为我道歉 对方就 对方不能接受就是 他没水准嘛 对方不能接受你做错 那就是对方的问题呀 就像我刚才说的 170公分跟160公分 以及180公分相对比 不论他认为你高 或者是你矮 有损于你170公分 这个事实吗 没有 没有 这样OK吗 等他回来一下 PPT等他回来一下 所以我觉得在做觉察的 如果这个外在的事件 例如今天这个事件是让你回来 在看见自己原来我现在越来越可以接纳 我不够好 我就算做错我可以道歉 没有问题 这件事情只是为了提醒你 让你看见你现在是可以承担的 你也愿意承担 外在的实相 跟你的关联性是这个 你对外在实相就是有力量的 以前就是反正没关系了 发生什么都 反正就吸得性无助 发生什么都跟我没关系 我做什么都不会有用 反正老板最大 我对或不对都没有关系 我只要能够在这里苟且偷生就好了 那我就会活得很憋屈 老板说什么 对或不对我都会 即使心里有满腹委屈被误解 你都没办法说 久而久之你会讨厌这个人 你觉得这个人很无礼 可是明明是你没有办法把自己说清楚 你也不敢说清楚 明明就是你自己的对自己没有价值 可是我们就会投射在外在 这个老板没有办法说 因为他很自负 他很自信 他就是大男人主义 他没有自我价值 他的自信不够 他不能犯错 我们就会投射一个这样的形象 在别人身上 这样OK吗 投射无所不在 所以觉察是为了拿回力量 从情绪里面 觉察有个很重要的觉察的指标 就是外在的事件 外在事件 带来的情绪感受 从情绪感受 例如他觉得 明明不是我啊 疑问 疑问 是一个 这是什么 茫然 没有啊 这是我做的吗 我怎么不记得 因为从一个茫然的情绪 开始去找 这是我做的吗 我对事件开始有一个回馈的感受 叫做茫然 是吗 那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担心 还是愤怒 去求证说 是不是我的 我的时间 当你被这样说的时候 就是你 你第一个感受是什么 第二个感受 我又做错事了 然后呢 怎么去补偿 怎么去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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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做错事了 好 我又做错事了 是一个什么 那个感受是什么 会有点 难过 害怕 害怕跟难过 难过 会有点自责 自责 内疚 好 内疚 然后就会有点害怕 好 内疚跟自责 跟有点害怕 那 他对事情的信念是什么 所以他会带来一个 自责跟内疚的感受 我应该要把事情做好啊 我不可以犯错啊 信念是什么 如果我犯错 就是 如果我犯错 我不够好啊 如果我犯错 我容许我不够好 但是就在老板面前 我又被 老板觉得我不够优秀 对 会觉得我很迷糊 老板觉得我很迷糊 老板觉得我不够好 老板觉得我不够好 所以我不能犯错 不会不够好 就是 我怎么 怎么疏忽了 好 我怎么 老板觉得我怎么疏忽的 老板觉得我的能力 可能我就是 能力不到位 对 那老板觉得你能力不到位 如果老板觉得你能力不到位 是什么意思 我不认真 我不认真 没有专心 不专心不认真 所以你不专心不认真 会怎样 我不会怎样 你觉得 因为你在乎老板的看法 老板对我有负面评价 老板是 老板跟你的关系是什么 雇主 雇主 所以雇主觉得你不认真 不专心 对你有什么影响 不信任 不信任 老板不信任你 然后呢 会怎样 那我会很失落 所以我不可以是一个被老板不信任的人 如果老板不信任我 我 失落什么 老板不信任你 表示什么 老板不信任我 我觉得被否定 被否定 就我不够好吗 就我不够好吗 就像是一层一层剥洋葱 这就是觉察 你相信你够好吗 我不需要完全够好 我可以接纳我的不够好 没有接纳的不够 不然不会再这样绕一圈 好 因为这时候我们学习 就有麻烦 就是我可以接受不够好 可是不能接受老板觉得我不够好 这很妙 没有接纳的不够 没关系 再接纳一次 我还是在乎 我还是在乎老板觉得我不够认真 接纳你的在乎 接纳你的在乎 这就是觉察 重新再接纳一次 我在乎老板 因为那关乎我薪水 开玩笑 老板不信任我 我是一个不够被信任的人 我这么认真负责 我还会被不信任 我这么认真负责 我怎么可以被不信任 老板你知道我多认真负责吗 我多死忠吗 好一个认真负责的人 是不允许别人负责 因为我很认真负责 好 其实不允许别人负责 那个自己 可是我如果做的不对 或是我疏忽了 然后同事跟我提醒的时候 我会谢谢他 因为是我自己忽略了 同事提醒我说 我说谢谢 你很认真负责对不对 你常常会提醒自己 哪里有做对哪里没做对吗 你只会在那边 我要认真负责做好吗 是 你会质疑自己有没有做到吗 这是对自己负责啊 我没有说不对啦 但是你会质疑自己吗 你会常常要求自己吗 对不对 是要求吗 我这样做事为了要我下一个动作 我很顺手 那这是不是要求 好像讲了要求就不对 这也是可以要求自己 可以鞭打自己 可以让自己 达到一个自己理想程度的 那个自己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啊 因为你喜欢那样的自己啊 所以你会拿着一根鞭子来 鞭策自己啊 那根鞭子 有时候你会交出去啊 交给权威啊 让他来鞭打你啊 让你更好啊 所以老板会来问你啊 对啊 不然呢 他可以选择放过自己 他可以选择放过自己 或者选择 我有时候需要鞭打自己 到这个地方 他只要知道这是自己在做的 就好了 接纳 接纳我就是一个 会拿着鞭子鞭打自己 而鞭打自己到那个位置 那是我喜欢的 只是我用的方式是 我拿着鞭子鞭打自己 走啊走啊加油加油加油 不是吗 就这样就好了 你只要认出那个是你自己 你的鞭子就不会交出去了 因为那是我自己的方法 所以当别人 在告诉你说 那个你是不是 那个是不是你弄错的 你就不会认为 别人在鞭打你 你会认为别人在提醒你 就这样 而不是 他认为我不够好 他不信任我 这就是两件事了 因为那个是一个外在的 这是一个 你自己 我拿着鞭子 让我自己到那个位置 我是选择 我有选择权 我喜欢那样的自己 老板这个我已经 你老板这个我已经check过了 这个是我那天是 这个部分没有错 可能这个部分有人疏忽 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不一样的应对了 你只要认出来那个鞭子 是你自己也没有问题 你就不会把鞭子交出去了 你没有认出来的 你才会投射在外在 所以要求自己没有问题 哪一个 你在认真付出走路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告诉自己 我不要放弃继续走 那也是一种要求 好像听到要求就觉得 应该要轻松 要放松 要全部的放松才是对的 看状况 而且你是带着觉知在往前走 这个没有问题 我知道我在编打自己 你就挖坑给自己跳 我就喜欢挖坑给自己跳 因为我知道我有时候会偷懒 所以挖坑给自己跳 跟对应自己的偷懒 我喜欢这样的自己 所以偷懒的自己 懒惰的自己 懒惰的自己 有时候也会有很多作为 因为我会挖坑给自己跳 自己就在那边挖坑 所以我喜欢 会偷懒的自己 我也喜欢很勤劳的自己 是啊 所以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要认出来 这叫觉察 觉察是很重要的 我在工作上是非常认真的 我一旦一下班 我就超级放松的 因为这样子 我也不会去要求我家人一定要怎样 以前没有放过自己 也不会放过家人 所以当你很有觉知 你觉察到其实你是在偷懒 假设 别人说你都在偷懒 家里的事情都不做 对啊 下班了 不然呢 你就不会去跟他对抗了 你就不会对抗了 然后在家里又做的半死 然后为了证明我没有偷懒 这样是不是会舒服很多 生活会轻松跟舒服很多 是 这个是觉察 好 我们刚刚讲 从情绪找到信念 有没有 从这里找到想法 我不可以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一步一步走 然后走到信念 所以他的很多想法 我不可以不被信任 我这么认真 我怎么可以不被信任 其实他内在有一个 我如果不被信任 我就不够 我如果不被老板信任 我就不够好啊 我就没有价值啊 因为老板会怀疑我啊 老板就不信任我啊 老板不会把重要的工作给我啊 我已经这么自我要求了 老板怎么可以怀疑我 所以他内在真正的 对自己的自我价值的信任 够不够 我出错跟我的价值有没有关系 他把它画上等号 我出错就我不够好 我不被信任 就我不够好 我的价值就会被存疑 我已经这么努力了 我怎么可以被怀疑 所以你有多努力 其实反向的是 你对自己的存在价值有多怀疑 你有多努力 想把事情做好 你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那个是一个反向的 那我就是事情就把该做的做好啊 那事情该怎么做 就 事情来 我替老板想到他那一端需要什么 顾客这一段做好 我就把它弄清楚 他就是这样就好了 那为什么我要很认真的 很用力的去避免出错 那如果出错 会怎样 老板就不信任我 那老板不信任你会怎样 就又回到你的信念里面 那我不想要他这个迁怒的情绪 呈现在工作上 他今天如果说是 再弄过就好了 也看情形 他有时候会有一种恼羞成怒 就像今天这样子 其实是他那边的问题 他居然迁怒到电脑公司 他后来看到不是我这边的问题的时候 他又迁入到电脑公司 好如果我们 就把这个东西当成他的情绪调节 跟你没有关系可以吗 好 对那 跟他信不信任你 有什么关系 也就回来就是 另外有一个就是 从想法找到信念虫 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自我价值 不够信任 我们就会有一个 衍生出很多信念虫 例如 不安全 别人 别人会不会 一直在我旁边给我 什么 小鞋穿啊 然后会再说我的坏话啦 在关系就会有一些不安全 会不会跟老板说我怎样怎样 不安全 那不够尊重我 这些都是自我价值 不够肯定 所带来的一些信念 这叫信念虫 这些信念虫 回到一个核心 叫做信念 而这个信念 还有一个核心信念 叫做人生而 如果是女人生下来 可能就不如男人有价值 如果在你是有性别议题的 因为他刚刚有提到说他们的 老板是医生 男性 你可能对于性别刻板印象 权威 男性 老板 加在一起 他对你的看法很重要 这些还有一些核心信念 这次甚至是种族共同的信念 不是个人的信念 种族意识 核心信念 什么 连带是想到说是我先生对我的否定 其实他否定 也是否定他自己 我现在看到了 对我现在看到了 那这是一种 曾经有的印象 曾经有的印记 我们就回到那个信念 当我们对我们自我价值 比如说刚才利明在说 他的先生常常在否定他 这是一个事实还是信念 他说他现在看到了都是他在自我否定 所以他会否定我 如果 你要不要举例先生都怎么否定你 我先把垃圾桶坏掉了 那他去朋友家 我就叫他回来的时候顺便带一个 带一个回来就换掉就好了 他是边在那边换 换的时候边在那边念 这个就不要一直压 一直压 一直压 就不要一直压 压 整个都坏掉了 其实是跟那个没关系 什么 他意思说我放垃圾就一直堆 一直堆 堆到垃圾桶才会坏掉 他明明在说垃圾 你为什么觉得被否定 因为是我在放垃圾 他明明说垃圾 为什么你觉得被否定 好回到那个 你对你自己 当别人在说你做的事情 你觉得他有意见 他就在否定你 这是你的信念 这是事实还是信念 他说是事实啊 因为那是我做的 事实还是信念 大家想一想 所以我刚就问他 他怎么说的 他就在否定我 所以他因为他对 我们多会他人觉察呀 我们好会呀 他就是没有办法肯定他自己 他就是一直否定他自己 所以他在否定我 我们这样就很安在 对不对 他明明在说垃圾 他有对你发脾气 你怎么这样 有吗 他有在骂你吗 下次不要这样一直压 有吗 没有 我就跟他翻脸了 没有 我说 对他没有啊 所以被否定就会翻脸 所以我们不能被否定 如果被否定 就是你怎么那么矮 感觉察 觉察呀 各位各位同学 觉察 回到自己身上 我 对于他这样的语言 我觉得被否定是怎么来的 我们才有路走 信念 这是事实还是信念 老师 只要我做的 他都一直 一直否定我啊 只要我做的他都一直否定我啊 他的否定 我说他怎么否定 这个垃圾就不要这样啊 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 他就一直碎碎念 一个人在处理垃圾不好处理 还不能念 念了就是在否定 我 可是那个是我在用的不是 是你把你自己跟那个垃圾连在一起了 那个地上那么脏 每天都这么脏 那一边扫一边碎念 你看他又在否定我了 他每天都在否定我 今天这堂课真的 今天个讲座值得了 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了 我们很容易投射 我们自己在别人身上 我们肯定不了自己 我们就会一直邀请别人来否定我们 我们肯定不了 我们否定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邀请别人来否定我们 邀请 让自己发现原来我的信念里面 我一直在否定我自己 我对我的自我价值有多不肯定啊 我不断的否定自己 所以我要创造好多生活事件来否定我 包括老板否定我啊 包括同事否定我啊 儿子否定我啊 女儿否定我啊 老公否定我啊 现在连老师是不是在课堂上都在否定我 没有啦 我再举你的例子啦 他一直在成长啦 我们还是要hold住人家 人家真的不一样了啊 以前可能我在说之前 他觉得跟他都没关系啊 没有啊老师 我都很想肯定我自己呢 想肯定自己是因为肯定的不够 那也就是否定很多嘛 所以肯定不了自己嘛 这是逻辑 好 没关系 看见觉察之后 啊原来是这样 所以只要人家在说不好的 是我做的 我都觉得别人在否定我 恭喜你觉察了 觉察到了 是信念还是事实 信念 再回来信念 再加强一次信念 信念创造实相 信念创造事件 事件带来经验 经验加深我们对他的相信 于是我们到后来就 深信不疑 我老公肯定不了自己 他只会否定别人 形成一种信念 我老公自信心有问题 信念 知道信念创造实相是怎么来的 我的信念跟我的日常生活 有什么关联 事件 我再讲一次 事件 信念创造实相 就是事件嘛 事件会加深你的经验 你每次都经验到这样 你就会相信它是事实 这个事实回扣到这是你的信念 它会不断的加强 到后来你发现 这就是事实它不会被改变了 它不会被改变 可是这是信念 因为我相信 因为我肯定不了自己的价值 我一直不断的遭受否定 我只要菜没做好 老公眉头一皱 我被否定了 这个盐巴用的不好 老公说 这个菜不好吃 我被否定了 因为菜我煮的 好辛苦 你日常生活有太多被否定了 太多太多了 因为吃喝拉撒碎 全部很多都不是你做的 盐巴也不是你做的 垃圾袋也不是 垃圾桶也不是你生产的 可是人家对垃圾桶有意见 垃圾怎么放到垃圾桶有意见 去买的便当不好吃 我有事了 他又在否定我了 什么都否定 连建设公司品质不好 会漏水 因为是我决定要这个房子 我又在被否定了 哎呀 你这么多年怎么活下来的 我觉得真的不容易 我现在不是讲反话 一个带有这样的 自我一直不断否定自己的 信念的 可以越活越开心 越活越不在意别人 不在意外在实相 这是一个他很大的成功的一步 因为他是一直 刚刚有说嘛 他一直是被背在 背在背上的那一个下指导旗的 然后一直觉得在被否定 可以现在自己站到 这个grounding 站到这个土地上 自己脚踏实地的 看见自己被否定 再回来觉察自己 否定自己的信念 这是一段很长的历程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每天的生活事件 这个就是一个拿回力量的过程 如果我发现外在一直被否定的 被别人否定的是我内在一直否定自己的 自我否定的信念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不够好 这就是否定 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 好 这时候他就说 老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够好 好啦 还是不够啦 永远都不够 我们在说那个 刚才看那个片子 大家就知道那个有多容易 当我们一直不断处在一个 觉得被否定的实相里面 回过头来就是想 原来我一直在不断的否定自己 好 那我们就要回来问自己 那我要怎么开始肯定自己 对不对 刚才你有没有被我肯定 好 就是这样 就是这种感觉 我回来肯定我自己的不放弃 回来肯定我自己的不一样 回来肯定 即使这么多年下来 我依然坚持在这里不放弃 这就是肯定 当越能够肯定 你的力量就会越回来越多 越回来越多 你的自己就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谢谢 好 在你跟我发生这些事件的每天生活 从生活世界里面去感受 从感受里面去找到信念 原来我相信我是不够好的 所以我一直不断被别人 我一直邀请 我相信我是不够好的 而且深信不疑 于是我在周遭一直召唤 一直邀请别人来否定我 让我看见原来我 的信念是我不够好 他们只是配合你演出的 你看见没有 所以你周遭的所有的事件 是演出一个戏码 让你看见你的信念 每天的生活 是你信念带来的结果 所以是灵魂的精心安排 他一直每天告诉你 你的信念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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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断的告诉你 不断的告诉你 可是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没有把它认回来 我们就一样再 会再把它投射到外在 认为这是外在的事件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老公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这是老板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这是老师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这是台湾政府的问题 跟我没有关系 对不起 这个是把力量交出去 觉察最重要的目的是 把力量拿回来 我是有能力的 我是有选择权的 我是有办法的 好 回到刚才那个阿兰 阿兰如果他开始要去真正去 面对他自己 他的信念是没有钱万万不能 是的他就努力去赚钱 是的他就努力去赚钱 等到他觉得他可以养活他自己 赚够钱他觉得他生活没有问题了 他那个时候生命才会重新被启动 因为他重新体会到 我是有力量的 我反而会建议他去外面工作 养活他自己 不论他要不要离开这个婚姻 因为当他对这个世界有办法 而且是符合他信念的第一步 他就会知道原来我想要 养活我自己 我是有能力的 我的世界不再需要 依赖这个男人 不再需要依赖 其他外在的我的儿子 我的先生不用了 他只需要回来面对他自己 我想要赚钱 我有办法养活我自己 我觉得我好棒 不论赚多少 只要可以供他生活 他的状况就会一天比一天好 那时候他的信念开始才会觉得 我面对这个世界 我是有办法的 我是有能力的 我是有力量的 而不是无能为力 OK吗 好今天都在讲觉察 下一次还是觉察 下一次的主题是什么 顺便跟大家预告一下 3月3日 人生是来实现梦想 还是适应现实 下一次我会 再谈到有关英雄之旅 价值完成 人生是来实现梦想 还是来适应现实 第一步你要能够站得稳 你要把自己找回来 有我 而不是把我交出去 有我之后才开始 过每天的生活 你能够有安全 你的安全需求被满足了 你才开始会想 那我接下来生命我可以怎么玩 我要怎么进行 我想要把自己照顾好 生活无缺就好了 OK 又或者我想要发挥我的理想 我要价值完成 都没有问题 但是第一步今天我们把我找回来了 对不对 大家找回来了没有 好 好 线上同学不知道今天的我找回来了没有 好 我期待是有啦 好 我找回来了之后 开始觉察 那我创造我的实相 那个创造实相 才开始有选择 好吗 好 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当社会上这么多的媒体 带着这么多的恐惧 偏见 与限制的资讯的时候 你是否问过自己 什么才能让你跟全家人 及孩子们 能够得到正向的能量 能够对未来充满了 期待跟喜悦 而活出生命的独特 平安跟自在呢 为了这个目的 为了这个目的 我们成立了 就是希望为全世界的人类 提供一个向内觉察 传递正能量 协助每一个人 都能把我们内在的正能量 我们的内我的 爱 智慧 慈悲 创造力 喜悦跟潜能打开 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 来活出身心灵 平衡健康的人生 而这十几年来 赛斯网路公益电视台 一共自播了 身心灵的公益讲座 读书会 近两千场 而我们所有的 时事健康节目 也近一百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支持我们的理念 希望您一起来 支持我们的赛斯网路 公益电视台 而您的小小的捐款 能够让我们大大的 能够让我们为这个社会 尽每个人能尽的 一起的力量 希望您能够与我们 一同来参与这样的行列 再次的 谢谢